代舞剧 中秋集体团建 一个折腰倒下了 千千万万个新剧 又向我们涌来了 那今天来不就跟大家聊聊 这2023剩下的两个月 跟即将到来的2024 究竟还有多少好剧 在等着大家吧 首先十月定档剧 田庚记 定档十月十四 改编自若言的小说 重生小地主 以宋代的农耕生活为背景 讲述了男主沈诺 女主连玛尔 智斗亲戚 种田经营 发家致富的故事 主演曾顺兮 田希薇 大眼弟弟 男的大眼妹妹 从目前放出的预告片来看 又是个很下饭的清喜剧 你这个人呢 虽然干活不利 但有帮手好过没有 你还真是我见过第一个 掉进前烟里 你白了 你就给我全花了 而且貌似还带了点春月属性 好像我的书情 好像说说爱情 而且特别惊喜的是 喜剧大赛的蒋师萌也在里面 哎呦呗 我都不敢想这剧能有多好看 余正新剧 未有暗香来 定档十月十三 改编自知乎上的小说 喜千华 主演周也 王兴月 彭楚月 不知道为啥 一听是重生文 我就莫名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简单来说 女主前世是机关算尽的功利女 坏事做尽 最后落得家破人亡 重生后 她拾起保命文学 改人设 一路从恶毒女配 变身女主 反正也是个buff叠满的剧吧 不但一位三 跟三个男人极限拉扯 更是跟一直戴博的宁安如梦 状了相同的设定 总的来说 还是非常期待的 但是敲咪咪说那么一嘴 野子的颜值 肯定没问题 恶女重出江湖 但几位搭戏的男演员 就比较苦了 希望到时候 能用演技打我的脸吧 而且特别欣慰的是 死丫头这次还挺听劝 网友评价 这次的配音不适合周野 随即他就发的表示 你们不喜欢 我们就连夜改 绝不辜负任何一个观众 好 神隐 定档10月31 改编自星灵的同名小说 主演赵露丝 王安宇 李云瑞 目前来看 应该是大改了 改成升级打怪 跑地图了 说实话 听这台词 相信一半的观众 都要跑路了 虽然说是在 被角色服务 但心里话 听着挺别扭 若是我帮你们 找到了火风仙缘 你就得帮我 跟这个大坏蛋 解开主不起 而另一半的观众 则是被王安宇的 古装扮相 劝退了 咱还是多演 现我吧 接下来 今年的代播剧 最有点的距离 主演张云龙 钟楚希 这部剧嘛 我主要期待的还是 两位到时候怎么营业 做采访 毕竟去年12月 就被拍到 一丝恋爱 八月还一起拍了 甜蜜巴沙大片 结果就在网友们 都默认他俩是一堆的时候 转头九月 钟楚希就被拍到 跟洪文元 也就是乔家的儿女里 饰演七成刚的那位演员 在一起了 就还挺抓骂的 最新消息 他俩也分手了 接下来 2024代播剧 首先 长香四二 好消息 第二季已经过审了 坏消息 如果今年播了 那作为2023年下半年 最暴剧的第一季 可就有对手咯 概括来说 第二季的剧情为 房分被抢婚 屠山景遇刺失踪 苍旋表白 小妖向柳决裂 向柳舍命结果 最终战场战死 总的来说吧 第一季开了个好头 而且可能不少人 也是完播以后 才开始上头追剧的 即位主演 杨子 张婉逸 邓唯 谭剑刺 最近人气 是层层往上涨 相信第二季的播出效果 也不会太差的 相思令 主演杨颖 宋威龙 改编自席娟的小说 抢来的新娘 两位的颜值 绝对是top 但爱以往惯例来说 两位的演技 绝对是back了 属于菜鸡护卓 而且不巧的是 最近养颖的处境 有点子危险 所以这剧 到底能不能播 也是个未知书了 大理寺少青 我是大理寺的人 我叫李炳 找我看 可以变成猫 且曾我的外号 叫做腰饼 安脚成日 你这个人呢 为人太轻松了 又过于善良 属下崔贝 大理寺主部 私职王七 也算是个小头脸的名 我乃大理寺 平时按理办法 不不分吧 事不为人 最后 虽说是2024逮博 可是还没杀青 但光是每天刷路透 就已经感受到 神仙打架了 有夜星河 恒星引力出品 改编自黑莲花攻略手册 主演于书欣 丁雨昕 讲述了大学生女主 林妙妙 穿越到小说里 成为恶毒炮灰女三 不但要执行小说里的任务 还要攻略 暗恋原书女主的 并交黑莲花弟弟 让她爱上她 之前两人合作过一部 非常好看的现代剧 月光变奏曲 作为小月光的CP粉 看到他们二搭 我狂喜 而且由于小说IP人气很高 所以选角也费了不少脑细胞 譬如在敲定丁雨昕 饰演穆子期之前 还传过成义 陈飞宇 包括很多人提议过的红明浩 最后敲定了丁雨昕 不说别的 小丁的演技 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 大凤打惊人 根据卖爆小郎君 同名网络小说改编 主演王鹤蒂 田希薇 还没有杀青 但是目前额上的预约 已经突破50万人了 剧情是穿越加探案加修仙 警校毕业的男主许七安 醒来却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大凤王朝 并且还身处牢狱之中 但幸而被女主临安公主所救 并招备手下 此后两人一同破案救人 并在相处中逐渐爱上对方 试问快乐小狗和甜妹的组合 谁能不爱 云秀行 改编自学乃杀衣的彩云国物语 主演李一同 曾顺熙 邓维 光是看路透 就已经非常期待了 好了 今天的新剧盘建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